KTV前互看不顺眼 竟然抓起灭火器攻擊 今天凌晨 新美式新莊有一件KTV 两派人马消费之后 准备要离开了 但却为了争 谁先搭电梯 互看不顺眼爆发口角 没有想到其中一个人气不过 当时走出店外 趁对方不注意时 直接拿起灭火器攻击 我只蹲下了 你有苦味了 就这样 就这样再给大家处理 原警到场 命令闹事男子 马上蹲下 试图拉开双方人马 因为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又差点爆发二次冲突 之所以被带 全是因为他们在KTV唱完歌 竟然拿灭火器惹事 气得店家赶快报警 4号凌晨3点多 新北新庄中华路二段 一件KTV 双方人马唱歌喝酒后 为了抢谁先搭电梯 互看不顺眼爆发口角 没有想到出电梯后 事情没结束 其中一方 徐姓男子越想越火大 直接把店家旁的灭火器 拿起来攻击对方 造成无心男子一行人的 便利车遭灭火器干粉波及 原本的KTV开心同欢 却因走后一时情绪没认住 引爆冲突得不偿失 记得车遥停照线 新北采访报导